林卓廷議員,4分鐘 主席,我想跟進我剛才和局長的問題 有關講到內地生在本地大學 無論是學位或碩士學位以上的課程 他們佔的比率問題 剛才局長用回政府一貫的說法 其實本地學士學位只有一萬五個 其他的不是在那個資源那裏 是在政府撥資源去的 主席,是政府沒有撥資源的 所以我先說了這件事 是其他的 但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我想和局長確認一下 其實我們大學的學位或碩士學位等等 現在不只是講那個課程的資源 你是入到那些大學 無論是讀學士、碩士或博士 你都有其他的配套 有宿舍的配套 有其他的學生設施的配套 教學、土地、樓房等等的配套 這些都是政府的公共資源來的 你說的成本 是不是收回這些呢? 而另一方面 其實過去帳委會也有報告指出 現在很多宿舍都是嚴重短缺的 學生的宿舍、宿位是嚴重短缺的 如果不是有這麼多內地生在香港 這些宿位是不需要緊張到這樣的地步的 所以我覺得局長 其實有很多資源都是來自公家的 來自政府的 你說他們有些是收回成本的等等 這是一個很狹窄的理解角度 就用課程的角度去講 我們的大學這麼多年投資下去 無論土地、基建、其他配套 你說對本地學生的資源是沒有影響 沒有分駁到 如果沒有分駁到 很多學生已經住到宿舍 為什麼要幾年才住到一年 甚至一年都住不到呢? 這麼多宿舍在這裏 這個怎麼解釋到呢?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林議員的說法也是的 因為在那個直接資源投入裏面 我們海外的學生 學士學位的學生 我們是沒有的 但是譬如你說得很對 譬如你說就算去飯堂 他去吃飯 那你都可能是有個位他先坐著 那段時間裏面先坐著 但是必須要明白 國際化是我們大學的教育裏面 其中一個重要的一環來的 所以大學在推行這個國際化 包括內地學生 或者其他地方的學生 其實對我們本地的大學學生 對他們的學習 有好處嘛 其實都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地方 所以呢 有一些比較間接上面的資源 包括正話所說 譬如你說 同一個地方 主席我沒什麼時間 我回答一句就可以了 阿局長 你是真正的國際化 我舉腳支持你 但是七成多的那些學士學生 是內地來的 如果說非本地的學生來計 石士生對上的 我記得好像九成 我有沒有記錯 八成多九成 都是內地來的 這個是國際化還是內地化 我已經問了很久了 你不要再說這個國際化了 麻煩你 阿譚文豪議員 三分鐘